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到气氛的 除了台湾以外 我们看到了美国 我们看到了日本三次 韩国都表示了忧虑 而这个时刻就看到 美国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动作 在他的勇者之盾的最后一天 的最后一个科目 你今天中国不是弄了一个洞洞三福建号下水吗 而我在勇者之盾里面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科目 我进行一个海炸 把一个军舰炸沉及沉的夜行 而且就真的时兵时代把你给炸成 也就是这个对应的味道非常的浓厚 得冲着你的航空母舰而来 而现在大家也判断 如果你现在中国要养三艘航空母舰 甚至未来你还要养赫兹东西潜舰 对你的中国的国力 到底会对造成多大伤害 而现在蒙特瑞会议在美国召开 而你们的内容也越来越清楚了 这个20项非常清楚 已经跟过去你要所谓的火力打击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我们在乎的是指挥管制 我们在乎的是资料链 我们现在在乎的是备员的通讯机统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反舰飞弹 所以如果真的照预计的卖给我们 AGA158C的话 那这个时刻我们台湾的防守范围 就已经不是台湾海峡 我们的防守范围就从宫谷海峡到巴士海峡 所以你就看到这一低岛链 台湾美国 台湾日本 台湾韩国 虽然没有联军之名 现在已经有了联军之石 好 走 我们上礼拜我讲 中国非常刻意 它一个洞洞三号下水 洞洞三号下水 大家比较讲 你叫江苏号 没有 我叫福建号 福建号了以后 我还特别提到 施朗跟政治公 威吓台湾的味道非常重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时刻刚刚讲 居然美国在他 你不是下水吗 我在你下水的一个同时 我在我最后一天 最后一个演习 我居然做了一个 军舰集成的演习 而且 看有没有 这个军舰集成的演习 你怎么会动用到F-15 你怎么F-16 你刚好就是 整个西太平洋 最重要的飞机战机了 而且上个礼拜的时候 美国跟中国的海军 可以说是双方互别苗头 互相跟对方呛下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 为什么福建号不是传言 四月多就要下水 为什么到六月多才要下水 因为他选的时间点 就是你在勇者之盾的时候 他也是选勇者之盾 勇者之盾在这个地方跟我呛下 不是吗 你这样福建号下水的时候 他们在六月十七号 最后一天的演习的时候 他们在菲律宾海演练一个叫做 集成演练 集成一个军舰 范德里格里夫号的 这个所谓驱逐舰 我把它打成 真的集成 而且他这次集成的时候 他训练他动用什么 F-35来到这个地方 紧接着F-18来到这个地方 还有B-1轰炸机也来到这个地方 B-1都来了 竹子知道还有什么 潜艇来到那边攻击 然后那个 这个驱逐舰来这边 飞弹岛舰来这边攻击 不断的攻击把它集成 这个告诉你什么 我在西太美洋所有的武器 我可以打烧这一烧的时候 我当然剑指的就是你福建号 你敢下水 你敢打我 我绝对可以打你 而且他讲的是 我是从空中 我从海边 我从底下 我都可以全面攻击 对 特别是说 他这次演练的时候 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重点 美国在这次演练的时候 显然是有用F-35 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演练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他会在这个地方 布一个所谓天罗地网猎捕网 猎捕你 包括说 你要福建号 或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所谓舰艇 你一旦出袭的时候 我F-35绝对是一个 超级重要的一个作战平台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的 美国所有的战舰 他只要能够下水 他只要能够使用 他都是经过 时兵时代的测试 就像他现在最新的福特号 福特号也在旁边 有经过了轰炸 暂明说他可以经得起 这样一个耐状的测试 他才开始服役 那你现在福建号 你的能力到底有多少 所以就当你这个福建号 开始时后 我就有一个集成演习 刚刚讲集成演习里面 中间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就是 你现在有韩国母舰 可是没有想到 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 他把一个武器用到淋漓尽致 那就是F-35 而这个F-35 美军 日本跟韩国 竟然都有 没错 我们就讲 事实上上个礼拜福建要下水 说八万吨的这个中国自制的航母 那他有怎么弹射设备 跟美军差不多的这个战力 的确真的中国跟大家呛下 但是你看美国真有意思 我刚才就讲 他这个把船信念的时候 你看F-35B F-18A 还有包括说B-1B轰炸机 攻击型的潜舰 还有神盾舰 各式各样全部都去 他们可以说是精锐进出 从空中海上到海底的 全面都去打他 我觉得这台叫做 范德格里夫的这个护卫界 这个之前曾经是美国的主力战舰 他还有曾经去访问过越南 这次当成把船来这边打 他们打不是乱打 不是这种狂风烂炸乱打 保险 他们要配合 比如说我什么 什么飞弹先攻击 然后同时攻击 他们有做相关的新的武器的测试 还有通信的机会 F-35你什么时候真的 这样实战把他吸过 你F-35当成个平台的时候 你F-18怎么互相来配合 然后B-1B怎么来这边轰炸 他们不是乱测试 不是一起来炸 他们有他们的作战想定 所以我要把你一个护卫界 说过我要把你的军舰 给轰炸的时候 我的攻击节奏要如何进行 通信 然后远程的攻击怎么进行 那进程的攻击怎么进行 有一个战术的这个想定 还有你看压倒性的多余的打击 从这样全面的攻击你 让你没有好 不同方向 对 让你毫无反击的空间 其实这不是 这演练当然是某种程度 是针对你 你福建号下水 我就是针对你做了一个演练的方法 而且美军这几年来 针对这样的持兵实弹 将一艘的战舰 真的把它提成 已经很多次了 他们几乎这一次 你看包括说像这个柯特号 柯特4号的话 他在2020年9月21号 也进行这样演练 他们演练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不断不断的 又相关的这个 整个战术想定 或是怎么攻击你 他们都有做一个 非常完整的评估 跟这个作战 所以刚刚讲的 现在中国他们要载线实力 我有航空母舰 我有殲16 我有轰6 我有殲20 但现在美国也把阵仗 给弄出来了 看起来针锋相对 没错 让美国已经想得非常清楚 在台海 万一发生战役的 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的话 的确制空群是非常重要 那他们这次演练的地方 在菲律宾海这个地方 为什么在菲律宾海这个地方 因为菲律宾海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未来美军 要在这个地方持续持援 因为第一个 美军可以在这个地方截断 包括说你如果中国要 这个封锁 还有巴士的时候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反应 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其实是F35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 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 这个地方 尽可能都布了大量的F35 包括说韩国 韩国有40架F35A 另外日本 日本包括说有21架本身 还有在沿国基地 有美军的18架 所以加起来也有40架左右 然后包括说这个关岛 关岛未来来说 可能会有这个F35 还有B1B轰炸机的这个地方 然后帛琉最近演练是什么 F35 如果从美国过来的时候 我那种加油的这个状况 所以加油完之后 可以持续的往这个台湾 这个地方前进 所以它等于是布了 非常完整的F35 那为什么要布F35 因为他们评估过 目前中国的主力军队 主力的飞机 F殲-16 殲-16来说的话 可能账面上 它不是F35的对手 另外一个轰-6 轰-6如果你敢出来的话 我F35大概可以打你 另外一个你歼-20 歼-20从这个五湖基地出来的时候 恐怕你的作战班 没有到达这个地方 所以我只要有F35的时候 我可以完整的把你这个制空权 控得牢牢的时候 我在这个台海战役上面 我就相对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所以说 这次勇者之队里面 让你最激烈的是 F35的大量启用 也就是说 我今天我有一个林肯号 我对于说我的林肯号 我的雷根号 跟你的日本的出运号 我的F35 可以在不同的平台 在不同的甲板 来说降落 降落以后 我马上给你油弹的一个补记 更不用讲 我在关岛 我在帛流 我在关岛跟帛流 第一个 我在关岛进行了F35 引擎战机的支援部署 第二个 我在琉球 根本直接可以看 我在琉球降落的时候 我的油 我的弹就马上补给上去 对 来说 他们这次的这个演练里面来说 你可以看到 你有注意到 譬如说包括初云号 初云号的话 他在这个F35 在垂直起降 在那边演练过程 另外一个 勇敢自盾里面来说 迪里博里号 我们就讲 载了20架的F35 他来这边 他这一次也来演练 另外一个林肯浩 林肯浩也是装了 这个F35C 他是第一个改装F35C的 这个军的这个中队 在这个地方 他也进行了演练 所以美军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注意到 他全部都是在演练 F35的相关的这个战略 另外一个 连韩国也配合了 那韩国这几天的时候 他进行一个叫做 翱翔英的这个演练 他这个已经中断了非常久 从这个五年前 就隐习岳 这个所谓文在寅 之前的这个普及外 还在的时候有演练 这五年都没有演练过 他这个演练 再次公开的演习的时候 保险他出动了什么 F35A F15K F16 F16K KF16等等 70多架 还有200多人 参加这个演练 这个演练就是说 红然对抗 也就是说 模拟有红军来犯 来犯的时候 我直接飞机全部启动 你看韩国这次国防部 他们也大啦啦啦 就展示了非常多的画面 所以他的主力战机 也是F35 F15 F16 F35 还有KF16 全部都上来之后 他们这个当然某些程度 他还对北韩进行一个震慑 但是他这次想定里面 有一个特别的想定 就是万一红军攻击的时候 我的盟友 另外一个军队 怎么进来跟我互相支援 那当然想定 友方进来嘛 就是南空军嘛 那显然就是他们模拟 就是韩国在跟这个 可能某国作战的时候 美国来支援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南韩的空军 他们在翱翔一的这个演细 已经停滞五年了 今年重新再来 前面再来以后 是用F35为主力 对 也就是他们这次进行 这个模拟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就讲 F35为什么这么重 我们都一直讲 F35绝对是未来的台海战役 可能发生的这个冲突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曾经说过 美国有兰德智库有说过 你可以想象 有一千架的这个无人机 在这边飞翔 飞翔在台湾上空的时候 你中国根本不知道要打谁 问题是你F35 就是一个最好的作战平坦 所以你看事实上 现在美国空军 也是这样计划 他有一台F35跟无人机 协同作战 来突破敌方的这个防御网 他们想定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这个头盔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的头盔显示是各式各样 你看非常多的点 非常多点 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无人机 那无人机的时候 我怎么跟他互相的配合 互相来搭配 这都是未来可能 F35的这个作战平坦 所以说F35里面 我除了我那个非常昂贵的头盔之外 我前面的荧幕非常清楚 我的中程辽机 我的无人机在什么样的位置 我可以怎么样的呼叫 都在我的前面 你看他有非常多 非常多台的这个雷达讯号 我们怎么样去互相的攻击 我用F35当成个平坦 跟你们互相讯息分享 那该攻击谁 由我F35来指挥 在你业号 他们目前为止来说 而且你看F35 无人辽机还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挡飞弹 所以等于说 又可以保护F35 那目前美国的这个想定里面是这样 由F35还有F15EX 还有这个女武神 女武神就无人机的新的这个平台 那女武神的这个新的无人机 是比较小的这个无人机 所以也就是说 F15还有这个F35 组成这个有人的这个机队 但是由女武神的无人机 来担成一个无人的中程辽机的这个部位 用这样出去互相攻击 跟搭配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就是一个未来的混变态度 我的F35搭配了我的F15E 然后再加上我的女武神 这个变成终极的神辽生 他可以作为那个踹门者 对 而且他们可以跟 你能不能发现到 三重机队有不同的作战的方式 跟作战的方法 可以未来攻击的样式跟多样化 这就是未来美金的这个想定 那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在这一次的演练里面 F35的战机的演练 是这么这么的重要 好 欢迎 我们常常讲 你有你的蟑螂记 我有我的过桥梯 现在中国还是用这种大的肌肉 大的战舰 大的钢铁工具 然后来下水 来下台湾 但是如果从我们现在 所得到这个蒙特瑞会议里面 有没有可能买到这个清单 双边的建军概念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吗 还有就是 现在美国你的福建号下水 美国要证明的是 你的福建号航空母舰 在我的空中水便跟水下的空气之下 你是不可能不被击沉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勇敢之盾的以前 到最后面 叫所谓击沉演细 击沉演细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白艘大型军舰 然后动用海军的反舰飞弹 或者空射的飞弹 先把你狂狂乱炸之后 你还浮在上面 对不对 然后最后面 其实美国会用潜舰 用鱼雷 把这条船击沉 用潜舰把你炸掉 因为鱼雷的爆炸力量比较大 所以一定会把它击沉 那你如果知道 我一个鱼雷把你打掉就好 那我干嘛空中把你轰炸 因为把船很难得 所以他要让很多单位拼命的练习 不只是空军海军舰载机飞行 然后最重要是潜舰的舰载 他要发射鱼雷 不是说发射就命中 不是 其实把舰很珍贵 那么大的船 那么大的重位 他是模拟谁的 指向目标很明确 就是中国的大型军舰 那大型军舰 其实中国方面也有看到 在你勇敢之盾演习之后 突然这个6月17号 突然宣布这个福建号下水 那6月17号不是建军 也不是建党 也不是建政 大家在事前都拼命猜说 你什么时候下水 原来中国人是透过福建号的下水 向美国呛吓说 美国 我也有这个跨越低岛链的武器 这个武器就是新队的航舰 那新队航舰就福建号 那福建号呢 它算是一个新兵器 就是说传统动力的电磁弹射 确实是新兵器 但是我们也是有所准备了 那我们从这次的摩托罗会议看到 其实美国呢 其实非常善意的提醒台湾说 台湾的舰区方向 可能要做略做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清单 好像之前的N1战车 M19自首号好像都不见了 那其实美国还是提醒我们台湾说 其实你要加强反舰跟反空 所以其实他从 台湾就是反舰跟反空 反舰的话其实比较简单 从俄务战争之后 我们看到两枚的海湾星 所以其实未来要不要先加强 台湾的反舰飞弹力量 说真的这个很持续 那其实反舰飞弹 台湾有 那其实美国呢 或许后后续也会卖 台湾更好的反舰飞弹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证明 那第二个他强调 所谓的整合防空 那其实我们爱国者飞弹 然后我们有天空飞弹 那这些飞弹如何整合搭配 这是我们第二个方向 那其他的 你看到从第三项到第五项 基本上就是战场的软性面 然后他主要是强调 所谓的战场的共同图像 那不管是资料链 或说备源的通通讯设施 还是说C4S 或整合情报机构等等等 这些呢 其实美方都鼓励 台湾说你要去加强投资 然后你才能透过战场 共同图像 达成你三军政策的目的 可是这个福建号是八万顿 他又是电子弹射 他难道不是对台湾造成 很大威胁吗 电子弹射的话 他理论上是说 他可以短时间弹射 这些箭载机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是 箭载机他不是弹射一架来一架 不是他 他必须在上空盘血 所以其实他会耗掉 他的油料 那其实我们常常会说 这个中国航舰下水之后 我们台湾变成颠倒正面 然后我们的华东 跟台东基地好像就不保 其实好像并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因为其实箭载机 他的功用就是 用战机来对抗我们战机 那其实我对我们的空军战机 还蛮有信心的 好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一条消息 包括日美也要 他说我们现在不是要做很多的风力发电吗 就我们现在风力发电 可能会变成我们的防空上的一个漏洞 因为他说那个风力发电那个转速 转速里面会产生一些电子波 那个电子波会干扰我们的雷达 这个确实今天报载 平面媒体报载很大 而且是蛮大一个篇幅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西韩有很多风力发电机 那这所谓大风车 那这个大风车在旋转的时候 他好像会产生一些低频噪音 所以其实这个大风车 大风车的车液 并不是说因为他架高 干扰雷达不是 他是因为他转动的时候会干扰 这个对空雷达 有防空飞大雷达一些频谱 所以其实这个 其实军方已经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他们在后续的审查中 有剔除掉一些预设风场的设置 那同样的 有些风场不能去架设这个风力发电 对这个是说 我们民生经济 跟国防安全需求 因为其实现在防空靠飞弹 然后飞弹的话要靠雷达 那你雷达如果探测不到 听不到看不到 基本上都是白打 还好其实军方有看到这个缺点 你不是讲说军方最早提出 这个建议的人都被赶走了吗 我们内幕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说长官叫你盖章 你难道要不要不盖章吗 或者说不管 这不管但是无论如何 现在这些风场已经盖定了 那盖定的话 其实不可能叫他们搬迁 这个是现实面 那为目前军方的弥补 弥补的措施 说我多架设一些机动的 飞弹发射车 雷达发射车 然后让这些机动发射车 去弥补固定镇定的雷达不足 那或许在未来 把这个固定机动雷达车 多设置几个地方 或许会弥补这个雷达 而且这不是台湾的启人 因为刚好就在今天 日本也是说 他们的军方要求有些风场 你不可以架设这种风力发电 那其实很简单 其实日本的风力发电场 其实就是面对中国的方向 基本上来讲 基本上是不用洽设的 就算说 你如果风力很强大 没有错 但是你知道面对中国 或是北韩的地方 基本上那些风场 不是不用设计的 那我们比较麻烦是 我们面对中国地方 刚好是新竹延难 所以其实这个未来 什么民生跟国防考量 确实是我们国防部跟进步 要挑战 因为我们过去跟人家军事交流 我们都要偷偷摸摸 不可以把自己的绅士整天 你的军服都不可以穿 但这次装飾的日本版 清楚讲台湾的将官 跟日本美国防卫装备的视察 我们对于你哪些飞弹 你哪些装备 我们都想出来了 对 这一次来讲 这个会议蛮特殊 因为刚好就在 俄战争的这个期间 那印太地区的 这个两栖部队 这个领导的会议 这个东西 本来是已经举行了18次了 那今年来讲的话 特别我们有一个少将 带队张士兴少将 他之前是舰长 然后带队到日本去 然后参加这个会议 结果在场来讲 大家穿军服 只有他们这几个穿 西装 所以反而更加明显 大家说台湾来了 那问题是什么 台湾西装就到台湾来了 对 问题是媒体 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几个代表团当中 去参观日本的这个基地的时候呢 特别去对几项东西 特别有兴趣 第一个就是 当然美国的海马斯火箭弹 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 另外就是云印直针机 就是运输用的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 日本的自卫队 陆上自卫队所用的 陆基的反舰飞弹 这个也是非常有兴趣 也就是你看也是打军舰的 所以换句话讲说 这个领导 这个指挥官会议当中呢 其实所有的包含媒体 都看得清清楚 当然日本媒体 台湾媒体都在关注说 到底台湾的军事将领们 他的喜好是什么 他到底想要了解什么东西 而这个东西 我相信 在场也会跟所有的 两栖作战部队的 这些指挥官们 互相协调 因为未来来讲的话 不要忘记 美国他这次的滨海作战 跟跳岛战略 首先先发的就是 所谓的两栖作战部队 那这两栖作战部队 他要干嘛呢 要登岛要躲岛的 所以跳岛战略当中 很重要海马斯火箭弹 还有这个鱼鱼鱼直升机 运输用的 还有西洋山洞 这些运输海马斯火箭弹的 到各个岛 岛屿去的 所以换句话讲说 这个是一个协调会议 那当然台湾可以参加这个协调会议 中国代表没有在里面参加 所以代表说大家所剑指的 当然就是以中国大陆为主 这个也是在 你刚才讲 除了台湾现在 美国要求我们有20项的 这个系统 20项的系统 美国有反舰 有整合防空飞弹防御 指挥管制资料链 具备备员能力的通讯系统 情报监察的政策系统 电站能力 我现在代表说 我对鱼鱼战斗 鱼鱼的这个飞机 我也很有兴趣 代表说我对所有的反舰飞弹 台湾都很有兴趣 所以看起来说 国防部还有未来的军备 这个买卖 完全来讲的话 可能会有改变相当大的内容 因为以往来讲 当然大家以大陆军的思维 来进行军备的军购 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告诉你说 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现在面对这种海战 你未来面对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强势的 有可能封锁台湾海峡 这种情况 你怎么突破这个封锁线 你怎么保持战力 这个不管是空中能量 跟海上能量 美国都在建议你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不要忘了 这些东西的背后 其实美国自己也有一套 他不是说叫你买而已 他自己本身来讲 就在这里建构出这样一套 你买只是多余的 他本来就已经想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 不管在关岛 在沃沃沃的 这些相关的基地当中 美国都有一套这些东西了 那只是说 现在台湾买了之后 怎么跟这些盟军来做协调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接下来美国 会不会把一些关键的 比如说密码 比如说卫星系统 开放给台湾来使用 如果台湾能够拿到这些东西的话 真的是如虎添翼了 所以董事长 现在美国对于中国来讲 棒子加胡萝卜 第一个是 我在这个勇敢之队里面 我根本完全不给你 不假辞职 不给你任何面子 你今天下水 我就给你一个齐城演习 但是另一方面 我要跟你会谈 作为一个所谓的 情势的一个管控 现在亚太的问题 有这么紧张吗 在军事上来讲的话 当然是美国充分地展现 他的震慑能力 对不对 他没有这个震慑能力 为基础的话 老共为什么要跟他谈 老共当然不要跟你谈 在中方 所以美方展现出来 就是对亚太的军力 跟有绝对的压制能力 这个已经展现出来 这不用怀疑 包括你看对台湾的 20项军事的内容来讲的话 全部是在通讯科技电子站 反舰 他的反舰反空 反这个防空系统 全部整套东西在 这看着 我就看着 这个概念就是说 不像是明天要打仗的样子 我们要在搞勤收 你不觉得 台湾是第一线 在收集中共的情报作业 这些资料店的连结等等 这些都是充分证明 我们比乌克兰强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乌克兰说临时在那边接东西 对不对 临时要找插头 临时找插头 找菜 就要找电源 我们这个东西你看到没有 通通都是指挥参谋系统 跟通讯电子站 这个反干扰这些东西 资料链 那个data link是什么意思 data link就是说 他的data link 如果资料链给你的时候 你的反舰飞 就把他打下来了 他还怎么跟你客气 他空中的侦查东西交给你 他给你data link干嘛 link的目的就是你能够攻击他 对不对 就是我们在乌克兰看到了 所以说在军事上 我认为不用怀疑 军事上来讲的话 他对这个中共的科技的领先 跟他整个的概念上来讲的话 他已经有非常有把握 在做这些事 而且一连串的演习 你一连串的练习等等 就已经展开了 就是这样军事的威慑能力 我们谈完了 就不用再讨论 然后第二个你看到是不是 就是中方的咄咄逼人 改变了没有 没改变 没有 继续咄咄逼人 还咄咄逼人 我跟你 我讲过一个概念 大家都解放军都没有充分的认识 很多统派的人都讲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 我只讲一件事很简单 他们讲的都是占七成 解放军的传统有百分之七十 是要搞宣传 你知道吗 百分之三十是在打仗的 所以他讲的 他就是咄咄逼人 是他的一个策略的一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美国人讲一句话 就是你现在听到他 先要确定 要先确定他是 要确定确定 要先确定他是真的搞这一套 到底真的假的先搞清楚 那第三点来讲的话 现在目前的情势 这个有了 军事的威慑能力出现了以后 那怎么办 拜登要跟他见面 拜登要跟他见面 拜登要跟他见面了 大量见面 要目前安排了 听说是有两次见面 两次见面的可能性 第一次视讯会议 第二次就是说 在G2011月份要见面 正式面对面见面 对 因为习近平要到非洲去 顺便到参加G20 因为问题在习近平 习近平很多年没有出国 两年半没出国了 很多年 所以习近平要能够跟 这个拜登在G20 见面的话 拜登当然对他有好处 因为他美国在选举 美国在中 叫其中选举 其中选举如果见面的话 把那整个的气氛缓解一下 他可以讲 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通膨问题怎么解决 因为通膨问题的造势者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去中国 中国的很多东西 这个所谓的这个供应不上 还有很多是被他罚款 他的惩罚性关税 搞得美国百物起长 再加上这些原料 粮池等等的问题 好像俄乌战争搞出来披露 所以这个目前要面对这个结果 是拜登的选情 所以拜登现在忍气吞声的是 你讲你嘴巴骂 都好都好 反正我要跟你见面就对了 这个见面对他讲的话 是有非常重大的 在内政跟选情上的一个 你说五一方面在五一上 我会威吓你 然后我要站着 把你逼上台判 说一方面我要跟你谈 那个谈对他讲的话 是内部需要 对不对 而且他要要求的事情 中方要求事情 我现在讲给你听 中方在要求的是 朱立文跟杨洁篪 就要几件事情 我简单讲一个 他第一件事情要求美国 不要改变中国体制 那第二件事情 教授你说不要支持台湾独立 第三件事情 叫你不要搞冷战 然后跟同盟国反对中国 然后第四件事情 叫说不能够以竞争 来定义中美关系 那我问你 美国会不会同意他 不会 当然不会 我跟你之间是竞争关系 我已经在整个全国 都已经宣传开了 然后我不能够定义 我们两个的关系 当然是我美国定义 只不过是你说 我不能定义竞争 就不能定义 你都不理他 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要见面 还是照样见面 因为就是让你充分去 咄咄逼人 让你充分宣传 让你充分发言 发言完了 该回到基本面 照样跟老子 回到桌上来谈 好 东浩 刚才讲的 中国的洞洞山的 这个福建号下水之后 因为这么想象 那是一个大白象 看起来很大 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没有用 没有用 他又很贵 你说养一个航空母舰 很可怕的 航空母舰可能比 比照一个航空母舰还贵 你只要简单想一下 福建号 他不是有三条电子弹射的轨道吗 美军 福特号也还四条 他那个是核子动力潜艇 你这是传统的 才有潜艇 才有战艇 我们只要想一件事情 聊天号前一阵子不是 三冬号前一阵子不是跑出来 绕了一下吗 七天要补几一次 你现在这个更好游 你能跑多久 七天要补一次 补一次啊 我都还没有讲 补一次要多少钱 记不记得 格子动力的 是一半年才补一次 三冬号那次出来的时候 绕到我们的东海岸啊 一共三条船嘛 一艘护卫舰嘛 一艘这个补几舰嘛 然后再过来个三冬号嘛 跑到我们那个什么 加山基地的那个纬度啊 经纬度啊 平行的地方 故意的 所以问题来了 加山基地的正对面 就纬度是一样的 但是你七天要补几一次 你能待多久 你能待多久 好 福建号恭喜 下水了 测试全部都装好了 你出来啦 你要弹射的时候 你怎么弹射 三条 不要讲三条 两条就好了 因为你要弹射的时候 你要多大的动力跟电力 像福特号 美军公布资料 一分钟以内 弹射一架战机 那你要多久 不是弹射一次啊 你弹射之后 你把战机送上去之后 你接下来 能不能一分钟之内再弹射 好啦 算你这个后发嘛 三分钟一次好不好 你三分钟你回电回得来吗 你回电的时候 你是整个福建号的这个 燃气温轮全部停下来 全部都供应给这个弹射吗 还是你另外做设计 如果你另外有一套设计的话 你那个福建号能够放多少战机 最问题的还是一个根本 你照得出来好不好 我们都肯定你的所有成就 你要怎么养 你要训练几次 所以当福建号照好的时候 他紧接着要跟变什么 大家一定要看他表演啊 你有三条弹射轨道 你会不会一次表演 表演三条给我看啊 你多久可以弹射一次啊 你如果三十分钟弹射一次 你会变成笑话 变成是一个什么 高贵的玩具 那你真心的弹射还慢了 当然是还慢啊 而且你根本就没有效率啊 航母 没有的人你看着你害怕 可是对美国 对日本这一国家来讲 你如果三十分钟 或者十五分钟才能弹射一次 那你不是变成肉把子在那边 甚至讲一句比较 更直接点 在台湾 我们自己就有反戒飞弹啊 你如果照这种速度 你绕过台湾 那你不是刚好被我们自己的反戒飞弹 当成肉把子 你如果距离不够远 你不安全 可是你距离太远 你的补给会出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美军的航空母舰的战斗员是怎么样 是从摔飞机摔出来的战斗力 中国这些步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最近不断的强化武力 对周边国家都是巨大的威胁 特别是他的洞洞三航母 福建号下台的时候 我们当然台湾觉得 我们当然首当其冲 你的福建号 摆明着 冲着台湾而来 但是日本 日本看起来 比台湾的紧张程度 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日本的 所谓的政界 居然有一个 日本攻击计划 就他们怀疑 现在中国的崛起 它如果有第一起 它真正要攻击的目标 其实是日本 而所以日本 它现在到底 你要发展什么样的武器 你现在要不要发展 核子动力武器 竟然都变成了一个 热门讨论的话题 而中日之间 有一个火药库 也慢慢地被中国所点燃 我们之前讲 在胡锦涛时代里面 在海峡中线 东海探游 两个国家所有有层次 当时中国在这个海峡中线 也就是中日的海峡中线 有春晓天外天 断桥残穴 冷泉龙井 可是当时胡锦涛 他要压下这样的一个争议 所以胡锦涛当时就学着 邓小平 我们搁置争议 我们未来共同开发 但没有想到 现在中国一方面 我的洞洞三的航母下水了 另外一方面 我现在这些专游平台 过去已经撤离 或是过去没有作用 现在也一批一批地 送到了这个海峡中线 这表明挑战日本 所以真的当中国开始 去启动他的春晓游天 天外天断桥采雪之后 中日的关系会更紧张吗 中日的关系会紧张到 可能在战争边缘吗 在这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王维德 也加入了讨论的 你好 好 所以我想中国现在的崛起 对周边国家都是巨大的威胁 可是你看到日本报道 才发现 日本比台湾还紧张 日本的政界 居然有一个日本攻击计划 就是中国现在所有的动作 都是冲着日本而来 更不要讲 他不是把那个飞机 在那个所谓的新疆基地里面 那架飞机就是日本的飞机了 事实上日本已经有所警觉 什么警觉呢 就是说你的事实上 你的任何军事行动 在第一级的时候你可能会攻击我 你要攻击台湾的时候 你第一级会攻击我 所以 中国第一级会打日本 一定会打日本 所以日本已经开始在 紧盯中国的发展 比如说包括003 东东3的这个福建澳下水的时候 他们当然知道说 认为说你是冲着我来 这日本政界有一个叫做什么 日本攻击计划 这日本攻击计划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想定是不是只有中国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 朝鲜也在对这个 日本挑衅 另外一个俄罗斯 你有没有注意到 俄罗斯最近飞机 不是不断的飞靠近这个 这个日本的领空 甚至俄罗斯 你说俄罗斯的飞机 最近敞人过来 甚至俄罗斯的船舰 最近也到这个地方 所以日本警戒的是什么 日本 我们知道中国是 有一个这个所谓 这个美日英道 司法同盟对付他 日本警戒是有一个同盟 叫做中国俄罗斯 还有朝鲜 垂时要对付我 所以中国 所以日本当然非常紧张 特别是他们最近 又盯到说 我们不是中日之间说了 我们要各自争议吗 东海油田的开发 你怎么最近又开始 这日本拍到 他们拍到说 你有一个第18号的 专业平台 又开始在做了 所以摆明就是这样 你是不是仗着说 我有这个福建要下来 我那么海军的战力 已经赢过你了 我根本没有把你日本 放在眼里了 所以我刚才讲的 这个东海油田 一直是整个中日之间 矛盾中的一个矛盾 没错 在钓鱼台之前 钓鱼台是十元生态 两把钓鱼台给弄了以后 两边才直接冲突 可是在钓鱼台之前 中国跟日本 最大冲突就是 春小油田 天外天 断桥残血 因为对日本来讲 虽然我画了一个海峡中线 你虽然在那边开散 可是这个油田 它的底部是一样的 你在这里抽油 你在这里弄天然气 你也会把日本的石油 跟天然气给抽走 所以早在邓小平时代 就已经定下了一个原则 鸽子争议 共同开发 后来再吵起来以后 胡锦涛也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 可是没有想到 习近平冰斗了 没错 这是在中日之间的 虚拟的海上的线 在线的过程里面来说 中国是率先开发 为什么率先开发 因为事实上 中国能源比较稀缺 但在东海这一带 根据美国的研究 说可能有 长有大概950亿桶 甚至人家就说 它的石油存量 可能有三分之一的 这么多 三分之一的 那既然这么多的话 那我为什么不来开产 所以中国一开始就开了 这个春小油田 然后田外天 断桥残雪这些 这个冷泉 这几个都是比较早开发的 后来陆陆续续又开发了 约莫十几个 这个所谓的 又增加十几个 这个专用平台 那专用平台 为什么日本要抗议呢 宝洁 虽然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是同一个 从一个这个天然 油田所在地 简单来说 中日的后分现在这边 那中国的专业平台这边 但是你看 他们其实 持有大部分的运材料 是在日本的这一边 但是你看 因为这个叫什么 吸管效应 我可以慢慢吸 我一直吸 我可以把你这边吸过来 所以这样吸过来之后 为什么日本要一直抗议 我们日本都没有开发 你一直不断的开发 我们开发速度比较慢 你开发速度比较快 那是不是有一天的时候 这所有油田都被你吸光了 那我们这日本 我们要开发什么 所以说 这个日中的中间线 是你人为划定的 可是人为划定 它的底下的天然资源 它没有这样区分 所以 导播看这张图就画很清楚 你在这里抽油 你是把整个石油的区域 全部吸光 就类似我们在喝饮料的时候 一个吸管下去的时候 把它喝光光 这个概念 所以日本一直抗议说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争议由来 由来已久 开始的时候 其实因为为什么 因为1979年的时候 当时邓小平就说 我们先割资开发 割资争议 我们共同开发 我们一起来开发 可是问题是 中国的动作比较快 所以他03年的时候 就开始已经开发 这个春小油田 那他们就 他就说日本 中国的说法说 没有啦 我们都是 我们这个共同开发没有错 但是我们一直在 这个中线的这一边 我们没有到这个 有争议的 像争议的话 我们没有靠近 钓鱼毯那边 我们在这边开发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后来日本就用 所谓的你这样是 抽走我们吸管的 这个开始抗议 一开始没有抗议 2005年 日本发现说不行 你这样会被吸管 原理会完全吸走 2009年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胡锦涛 去访问日本 所以他就说 释出一个善意 说我们不这样做 但是中国表面上说 我们不这样做 但他都是慢慢慢慢的 少少的开发 你看2010年的时候 他们还 甚至集结非常多的 这个海钓船 在那个地方 准备要再开发 这在2016年的时候 你看这是日本的观测站开到 就说你怎么又开始在 这个又有火冒出来 有火冒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又开始在那边砖油了 那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 终于菅义伟就抗议 抗议之后 这两年之内 其实日本都没有在开发 但没有在开发之后 最近又有了 从今年的5月开始 今年5月 对你看又开始在拍 又做新的 然后今年6月又发现一个新的 所以看目前为止来说 累计有18座专用平台 在这个地方 而且今年一口气就增加了 非常多座 这个都让日本觉得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也难怪说 我们看到 日本外务省亚洲 大洋洲的局长 中方单方面的推进开发 令人极为遗憾 极为遗憾刚刚讲 你从2020年今年的5月 你就开始进行 所以你看到 他们17号说 你们现在这样的探餐 等于说是整个第18座 对 没错 第17座在这个地方 那第18座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他们陆陆续续 新盖了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专用平台 那按照这个吸管原理 你总是帮我吸走 所以这个当然让日本觉得说 不能够承受 这样的事情发生 中国的航母下水 再加上他们在油田上的 咄咄逼人 所以你看到 他们现在刚刚讲 他们现在有一个中国攻击 日本攻击计划 甚至他们在公开讨论的时候 居然有个重点 日本要不要发展核武 这个核武当然不是核子武器 而是我现在的航空母舰 我现在的潜舰 我要不要用航空 也就是说 用核子动力设备 没错 现在日本开始很担心 就是所谓的日本攻击计划 那日本攻击计划 这是日本的官 他们的官邸里面的主张 他说中俄朝三国会发现 日本攻击 包括说你看 中国对重臣 还有间隔督导 实施这个登陆 那俄国拿了这个捕鱼 捉拿这个日本的捕鱼船 好像北韩特务在日本搅乱 所以三个国家 可能同时会干扰我们日本 所以日本 日本现在说什么 我们智慧队入线的这个案子 赶快要通过 包括说你看连安倍 连这个岸田文雄 安倍都说 我们要赶快增强 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战力 你看 所以中国俄罗斯跟北朝鲜 他们现在骚扰日本 不是未来市而是现在进行市 没错 而这个现在进行市 刚刚讲 中国现在对冲绳 跟这个建格柱道 我现在有些干扰 我现在俄罗斯 居然已经把一些 日本渔船给抓起来 更不用讲 现在北韩的特务 是直接在日本内部捣乱 他们说日本是处于 非常状态 所以到时候事实上 日本人就非常紧张 好那我们讲 像中国的威胁 包括说003的这个下水 包括我们不是讲过吗 在新疆有这个1767 当成这个假想攻击的木 目标吗 包括他们这个海警船的话 中国海警船连续两三天 都陷终在钓鱼台的海域 连续65天了 包括说他们一直很紧张 这个辽宁航的这个想定 你们看辽宁航在这个空中 在这个航母上面起降一百多次 这个都是对中国的挑衅 也可能对日本的挑衅 这是日本 这是中国 那我们就讲 那欄 那俄罗斯 保险你知道吗 003下水的那天 上礼拜五十七号 然后俄罗斯军方跟这个中国军方合演了一出戏 他们两个双方夹击 在日本旁边的海域里面来说 给你给你绕来绕去 但是中国的船舰有两批 一批来说出发的时候 经过这个中古海峡 另外一批出发的时候 从这边中国经过这个青青海峡 都给你穿越日本 然后到大西 到这个西太平洋去 然后呢 紧接而来的话 俄罗斯军方 他也是从北边来 他从这北边穿过这个 中国海峡往南 另外一边从这边 跟中国同时 对也就是说 中国往北我往南 他们都绕着日本 所以日本会不会紧张 他当然会紧张 他们讲现在是非常事态 这个摆明就是 你要透过海军的力量 在包围我日本 所以为什么他们说 自卫队入线的这个案子 要赶快讨论 另外这几天来说 他们来讨论一个什么问题 讨论说他们要发展核潜艇 所以这是他们一个节目 因为他们最近可能要举行 一些相关的这个讨论 讨论的话题里面 各个党的党魁几乎都出动了 然后就围绕说 我们到底要不要建这个核潜艇 那你看 这个节目里面上 核潜艇的这个潜艇里面 俄罗斯有 然后中国有 印度有 然后现在韩国 南韩在计划中 北朝鲜也在计划中 澳洲也计划中 那我们是不是 也要拥有这个核潜艇 所以大家都在 那你看 事实上当然有赞成了一方 岸田文雄是说 我们这成本太贵了 这样一下子推到这个地方太贵 另外一个立宪民主党 说这个太贵 但是他们说贵虽贵 但是他们同样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增强日本的实力 来应对中国 或是俄罗斯造成的威胁 而且在这样的压力下 他们现在不是只有台湾 要配合美国 或是这一次的俄务战争 我要调整我的武器配备 连日本也是 日本的本周他的坦克军团 要慢慢撤离 也要换上强大火炮了 对 没错 事实上在美国 不只是对台湾的这个军事 军事的这个部署进行一个 重新的想定 在日本也是一样 特别在日本本土里面 日本本土里面来说 过去他们有所谓的坦克车 但他们现在把它废掉 换成这个轮行车 就是说你看 164的这个机动战斗车 简单的来说话 他们在这个车辆里面来说话 大部分就是可能在防范 如果敌人真的上来 就这个 就改成轮行车 对 敌人上来说我怎么攻击 他们主要是要快速移动 那快速移动意思是什么 其实他们也就是放弃了 所谓的日本本土 他们认为说日本本土 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 可能重要是 在日本本土以外的方位 所以我们不是讲到 他们要做所谓的移动式的 这个空队 地对地的这个导弹吗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他们现在的马毛岛这个地方 可能要开始来加强 马毛岛自己要加强 包括说像这个基地的这个铺设 甚至日本可能会买一些 更多的这个空中加油机 那这些呢 说穿了 他说要配合什么 配合美军的相关的想定 所以不只是台湾在配合美军的想定 日本在某些程度来说话 他的这个未来的建军计划 可能跟美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布局 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董事长 我现在看不懂了 现在俄罗斯 你在俄乌战争打得焦头烂额 你还跑来这个东亚去招惹日本 还有习近平 你光是美国已经对你全力包围了 你现在好不容易 你现在在拉帮结派 你又去刺激日本 你不怕真的打起来吗 你反过来看 一个月之内 是不是俄乌打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普丁跑来亚太 给他打得 他也打得昏天黑地的 到处去放火 对 一样的道理嘛 他现在认为 他在俄乌战领先了 他现在在优势了 所以他现在开始用天然气油 能源这些东西去修理欧洲各国 欧洲他的海军跑到日本来了 对 这给你难看嘛 他修理谁 将装武剑意在佩工 他在修理老美嘛 跟你日本 你说这个隔山敲武是打老美 就是隔山打牛 就是修理老美 告诉你 我都到你家门口来了 看你怎么办 这时候当然他有一个积极目的 是希望谈判嘛 他希望以乌东的战局 保留这个战果 作为一个乌克兰谈判的基础嘛 但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老美不同意嘛 不如不同意 不如江省去了嘛 小弟先上 大哥在骑脚踏车摔跤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一个游戏 这整个是一场大戏嘛 真的像你上礼拜讲的 今天法国 德国 意大利去了以后 美国也不讲话 我就用一个鱼砂飞弹 把你的俄罗斯一个补给材给炸了 炸了以后 小君应该就这样算了吧 波瑞姜森马上进去 你前脚走 我后脚来 后脚来告诉你说 我的武器还没给你 再加上什么 我连你的训练计划都有了 整套 而且要训练 他就跟你讲 训练几十万大军给你 二十万大军训练给你 波瑞姜森 口气大得不得了 你看见没有 那你看那个法国多倒霉 法国的国会选举 马克宏输掉 根本没有办法动了 战还不能打了 法国也垮掉 法国完全丧失欧洲领导人地位 这个机会来拜登又补到了 拜登马上抓回这个主导权 所以今天这个情况 两边整个集团跟集团的角力 又分成三大挂 你看见没有 欧洲一挂 然后英国跟美国一挂 然后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一挂 所以中俄真的变一挂了 他一挂 他都跟你搞日本 你来搞我 我到日本搞你 他根本不怕你 就是狭路相逢 勇者胜 我就直接修理你日本 因为日本是美国最大最大的利益 日本这个是世界第三大GDP国 开玩笑 五兆美元 所有的太空科技 各种科技 美国全部要靠日本人 他直接到你家门口挑战 对 那日本人现在怎么办 日本今天有回忆吗 没有回忆 没有回忆 吞下去了 你不是想说日本的军力也很强 他的军力也很强吗 他搞不过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加钱 他不可能 这两个太强了 这两个国家 一个有钱 一个敢 两个都耍狠 两个都狠到 所以你看到今天 这个很简单 这个岸腾文雄 到今天没有敢出来放狠话 在理论上来讲的话 应该要有人出来讲话 对 就是因为我抗议 严正的谴责 或怎么样 会我马上 你两个国家的军机 在我旁边绕来绕去 然后我开始 我搞我一个什么 航空母舰 或者我的军机 去绕你一下 今天安安静静的 所以看明后天 看看美国是怎么表现 美国如果也吞下来的话 这个就有细唱了 表示俄乌的事情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而且你看到 现在中国刚刚讲的 村晓断桥天外天 这个都是中日两边的 这个兵家兵政治地 你现在硬干不是 咄咄进逼了吗 故意闹事嘛 他包括台海是 台海是他的领海 什么他不是国际海域 莫名其妙 干他屁事 转天到这个事干嘛 他什么事也不能做 对不对 他讲完他能干什么 讲完他什么事也不能做 他讲这个村晓宇九田这个事情 几十年来的这个争议 他故意在跟你闹事嘛 你跟你闹事嘛 让你日本现在 你不要以为你在那边演习 对不对 我就拼命制造议题 让你头痛 让你国家 因为你民主政治很麻烦 民主政治 你身亡一降低 你就挂掉了 他没有这个问题 你搞演习 我搞麻烦 对我抓你麻烦 然后这个媒体 日本一定写一大堆 日本左派媒体也会写一大堆 写他的岸田文雄昏倒 岸田文雄这种咔嚓 他要干还是不干 他要强硬还是要软弱 他都不对 动下去 他付出代价 因为日本政客 不见得敢付出代价 好 所以 刚才讲 这次俄乌战争 对很多国家里面 都要重新去调整你的装备 刚才讲 日本 日本的本周 他现在的坦克军团 已经撤出 撤出以后干嘛 换成他的轮型装甲车 我要更快速的移动 甚至刚才讲 我要更强化 我的火箭远程打击的 一个势力 那另外 台湾也是一样 这也不是讲吗 美国现在对台湾去做 有个清单 这个清单有20个品项 20个品项 现在慢慢签出出来 现在我们讲 居然要反舰飞弹 整合的防空飞弹系统 指挥管制系统 资料链 备源能力的通讯系统 情节征收系统 电站能力 就跟在乌克兰学道一样 资讯代表一切 对 没错 那么我们本来不是要跟美国 买这个所谓的反潜直升机吗 变了好几百亿 美国否决 美国否决 就认为说 你现在台湾要思考 要思考 从这次的俄乌战争里面思考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去买这些武器 就要入海空军 然后买这武器 反潜作战什么东西 你现在要思考 如果对岸的中国 要打台湾的话 你要用什么东西 阻绝攻击 然后让他没有办法打过来 这是美国认为 你台湾要 这个等于说像美国军购 那么他要军售给你 你投一个要思考的东西 所以这次孤立雄 用国安会名书的名义 参加蒙特瑞这个等于说会议 去年蒙特瑞会议的时候 我们就提出一个东西 他们不卖 什么东西呢 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 AGN-158 不过我们当时提出来的是 AGN-158A 什么意思 AGN-158A是空对地 总共射程370公里的直接 那么由我们的飞机上去以后 碰地射到对面去的 那个AGN-158A 那么当时美国没有同意这个军售 本来以为它会过 结果没想到美国没有同意 不过这一次可能会有好消息传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跟中国做了几个动作有关系 首先就是那003号的航空母舰 是中国第一艘由他自己制造的这个 比如说航空母舰把他从江苏号改名成 胡建号那针对性就很明白了嘛 因为讲白了嘛 为什么胡建号除了拍习近平马屁之外 就是私狼攻打台湾嘛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像私狼 胡建水师提督一样直接攻打台湾 拿下台湾嘛 那他除了这个所谓航母战斗群之外呢 还有他们将打造大概全部加起来 13艘的洞拐5跟传说中的洞拐6 两栖登陆作战舰 那么这些都是要从这个对岸直接过来 载着他们的阿兵哥特战人员直升机 战斗武装直升机 跟这个气垫船还有坦克 直接攻打台湾的东西嘛 那所以美军美国改变想法 要我们改变想法 你不能只在想到 不是讲说他们这次不卖我们M1东西有A6吗 那么本来一直认为说 你为什么不卖呢 我们的这个炮兵啊 先进的炮兵不够干嘛 他要你 他要你想法就是 你不要以为要等老共登陆以后 跟他打入战 你要在他还没有登陆的时候 先把他打掉 先把他一坡一坡削减他 帕拉丁打得不够远 对 那怎么办呢 刚刚讲AGM 158A 他不肯卖啊 这次卖我们什么 这次卖我们要准备可能性很大的 AGM 158C 他是反舰飞弹 他的射程比158A还要远 那个158A啊 他空对地 可以诈射370公里 如果增长型可以到900多公里 但他们卖我们的可能性不大 可是我不是要卖你不对称的这个战力吗 对不对 把你建造不对称的战争吗 所以呢 我卖你这个有什么好处 他的射程大概是560公里左右 但他专打船只 而且他有个好处 他有个好处就是 他不需要像一般的飞弹一样 由飞弹卫星 然后做不断的修正路线 告诉你指导 没有 他事先把各式各样中共的船只 全部资料 data全部输入到里面 我今天要打洞拐5 就不会跑去打这个所谓的洞54 然后全部输入到里面 抗干扰GPS 然后呢 红外线自动巡标等等啊 出去了以后呢 他这个飞弹 半一种的飞弹 让老共没有办法发现 等到发现的时候 他还是会发现 但是发现了以后 这个飞弹有个很特殊的功能 他还可以避开 主动相关的防空防御系统 也就是说 你不是有飞弹防御系统 你会射出来打他嘛 他还会避开 避开了以后 等到很靠近 你发现他来不及 砰就打上去了 那为了要测试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美军当时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HM-158C 那么他们就 把他进行 这个目标把船的 这个设定了以后 他把三超把船 放在附近 也就是三艘把船放在附近 我要知道你这个HM-158C的 所谓人工AI智慧辨识 有没有这个能力嘛 所以他就设定其中一艘 然后HM-158C就设出去了 这三艘把船 还在公海上面航行 结果这个HM-158C 直接打中 本来设定那艘 你说我要打A 我就不会打到B 而且我锁定A 是A就跑不了的 而且我不会被你电子干扰 这次他们要卖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相关的东西里面 特别强调电站跟情间 还有包括通信能量 各位 你要知道 那四艘的这个 四架的这个 所谓的死神 海上卫士 无人机 大型无人机 然后还有包括 这四百枚的鱼叉飞弹等等 这些武器的背后 是天上美国第三代军事GPS 它的链跟卫星链路要给台湾用 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它要给台湾用了以后 把它的技术给我们 所以在这次的军构里面 它也要告诉你 我给你的这些东西 不是要你去反攻大陆用的 但问题是 在源头打击的部分 它既然那么多 中共既然有那么多的 冻拐武也好 还有这些所谓的护卫舰也好 还有包括航空母舰 我就卖你飞弹专门 职工这些船只 因为他们要打你嘛 他们要越海过来嘛 我就卖你这个飞弹来打它 那你想想看 还有配合我们讲的 850枚的鱼叉飞弹 然后还有包括你的 熊二熊三 总共350枚等等 台湾就有一千多枚 这样的一个飞弹 现在就要看 美国到底会不会真的 卖你AGM-158C 而且卖你多少颗 这将成为台湾 那么可以在未来几年 保护台海安全最重要的力气 好 刚才讲的 我们现在我们的军方出去 等于说看着所有的军事演习 我们也去看我们要的武器 而且我们在看这些武器 我们买这些东西已经毫不避讳了嘛 现在如果按照美国在蒙特瑞会议里面 我们这些资料链 我们真的是可以马上使用美国的军规的卫星 我们可以得到及时的战况 战场情报吗 对 这代表说美国信任我们才愿意给我们这些资料链嘛 如果说我们会泄密的话 他怎么可能给我们这些东西呢 所以显然说现在已经跟美国之间的军方 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 既然上一次川普政府愿意卖MQ9给我们 代表说他也会开卫星 这个相关的频道给我们 那这一次来讲的话 代表美国已经开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们这样的清单来讲 也就是说美国愿意提供相关的资讯 他们也准备好了 准备好什么东西 跟台湾的相关的讯息的串联 不要忘了其实刚刚有提到东海那些事情 我们海巡署每一个月 基本上至少是每一个月 都会派船到那边去绕一圈 去拍照 为什么 因为台湾如果卫星照去照的话 有时候会照不太清楚 也不晓得中共到底开采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我们每次去看 看我们点火 有点火的话代表是不是有在伤转 所以你说 不是没有伤转 刚刚那个春小油田 对 外天 台湾也会去看 台湾都会去看 但是问题是船一出去的时候 日本的侦察机就来了 中国的侦察机就来了 所以就问你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叫你赶快回去 所以显然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而中国在测试日本的底线 也在测试日本的决心 不要忘了 7月10号是日本的参议院选举 所以现在如果说立宪派 或是修宪派能够通过的话 能够过关的话 日本可能启动70年来的第一次修宪 所以现在就是关卡卡在参议院 能不能过三分之二 这个门槛 如果可以修宪派过三分之二门槛的话 那岸田文雄可能将是 可能在历史上第一次 当然这很多人说不太可能 但问题是 岸田文雄现在也在党内 跟安倍晋三正在竞争当中 那相对来讲 中国内部也在竞争 习里之间的这个斗争 不是也正在进行吗 那很多人也有说 李克强你本来来讲的话 就是跟美国这边可能走比较近 所以只知道美国 所以有人想要在这一次的 二十大之前 想把习近平拉下来 所以看到双方都在做压力测试 那双方又在压力测试 接下来就带到什么 就是拜登要跟习近平通电话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都一直认为说 拜登美国就在东亚地区 就在做一个危机管控的处理 怎样危机管控 危机管控的处理 就代表说你们双方都在选举 你们双方都有压力 没有错 但是你们至少在东亚地区 不要爆发一个军事冲突 或一个小规模冲突 所以你看到习近平 为什么要签署 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 他正在告诉解放军说 只要不要记录一个战争状态 但是如果你们双方发生 海上冲突也好 空中冲突也好 或是在南海 或是在东海相遇来讲的话 这时候你们都可以尽情 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时候不是发生 点火就发生冲突了吗 所以你说现在拜登 透过了苏立文急着说 我要跟习近平通话 其实跟习近平戒别是 他真的担心 虽然我的军事不断地压迫 可是我在军事压迫的状况下 也担心整个中国闹事 是 你知道吗 这个苏立文不是故意要把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要去传染给蔣介石了 他其实目的在干嘛 他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拜登 你看你跟中国之间谈贸易东西 他解决不了他的什么关税 解决不了什么样的 物价通膨的问题 一直到了11月的选举 其实对拜登政府 对民主党来讲的话 还是一样 选得非常 应该会选得非常差 但重点目的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内 10月底以前的20大之前 是最容易爆发冲突的 因为美国来讲的话 都在中国的这种选举年当中 都紧盯着中国 到底你的解放军 会不会耀武扬威 所以你看到今天不是 解放军是放着没事干 今天又去搞一个东海这个东西 他是故意要去挑衅的 故意要去挑日本的一些东西 然后日本你要不要反击 日本如果你反击的话 就中了解放军的技不是吗 那这时候双方谁能够压制 让他们克制下来 就是美国了 可是中国真的想打吗 中国不是想打 他想引爆一些冲突 让他解决内部的一些压力问题 所以这个才是习近平 所以习里真的有冲突 内部有冲突 所以美国也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如果你在10月底 20大以前 如果引爆这样一个事件来讲的话 大家吃不完都得走 因为有时候会失控 这时候美国他为什么要给习近平 一定要打这种电话 而且不要忘了 苏立委是在拜登去访问 韩国跟日本之前 就不断的对媒体发声说 数周内 数周内 拜习一定会自行自行 所以他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已经有底气 他本来美国就想要去跟习近平 通上这个电话 通上电话的目的在干嘛 压制习近平 不要太轻取妄斗 控制你的解放军 不然的话 你今天来讲的话 你在周边 故意闹事 不管在东海闹事 在南海闹事的话 到时候一发不可收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